嗨,大家好,我是黑子 又來到黑子在世紀帝國3 ESO上的PK局 那非常高興我們看到這一次的對局是 最近參加我們NWC比賽的雷光 那這場玩的是中國 那這張地圖是滿洲的改圖喔 那旁邊是有海的 然後這邊讓地址去開圖喔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在接近一點鐘方向的是我們的歐金 歐金最近西班牙表現也是很活躍 那這邊應該是要用狗來打一下這個木頭寶 這是一個85木,還滿不錯的一個木頭寶 看這一局,歐光是要打殖民還是要直升 都可以,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有沒有發卡喔 目前是還沒有發卡 那這張圖其實可以序幕的動物還滿多的 對中國開局還滿有利的 那雷光這邊的開局看起來有點像是要用兩村落開局 那目前在一個比較新式的打法上 會是比較適合或是選用這個一村落 然後一一一交一戰的開局喔 那這個開局就是會少一村 但是其實少這一村不會差很多的原因 是因為在升級期間這一村其實 要一直躲來躲去的 所以很多玩家就改用選擇用一個貿易戰喔 雖然少了那一村,但是卡來的比較快 對於直升來說才是比較關鍵的部分 西班牙發下的卡 在兩分鐘的時候 他的山村到了 那現在是十二村 這個牛是還沒有牽回家喔 那滿洲也是一個適合吃海的圖喔 所以控海也是一件滿重要的事情 這邊撿一下保障喔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lag 那NWC的比賽目前也已經告一段落了 不過 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情喔 有一些飛文跑出來 什麼飛文 什麼八卦 既然有比賽代打的事情出現喔 那 這個事情 我想我可能周末再來跟大家好好聊聊 關於這件事情是怎麼發生 然後怎麼會發現的 然後之後會做什麼處置喔 那NWC的比賽 大致上會在7月的時候登場喔 那請大家不要錯過 黑子 7月暑假比較有空 一樣會進行轉播 那當然還是要看網路好不好 好這邊雷光要把肉稍微趕一下喔 看起來這圖的肉 其實都還算公平 沒有說特別遠 那等一下歐金就是要把這群肉趕回家 那看起來這個樣子 歐金 喔 他木頭夠了 選擇要下一個貿易戰 然後是沒有彩金的喔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配置是沒有彩金 而是全彩肉的情況的話 有可能 還是有可能會打一個殖民喔 他在吃牛耶 這邊把牛抓起來吃了 欸 剛剛那隻牛有牽回去吧 不知道 反正 其實看回放就知道了 反正這隻牛應該是有牽回去 然後吃掉 一塔200斤 喔 對對對 因為這邊有120斤喔 就是剛剛打寶得到的 然後開局應該也有100斤 那這邊其實就不用採集了 反正300斤拿一拿就直接直升 那這邊竟然被看到了 那這邊應該是要打個直升喔 哇 這個塔 尷尬了 我不知道雷光看圖有沒有看到 不過他應該有 欸 有有有 他選擇往回走 但是 欸方向不太對 錯過了 這樣有點尷尬喔 這個塔沒有發現到 其實還蠻虧的 那這時候其實歐金可以趁 欸 被發現了 這個歐金其實可以 有機會把塔是直接插在 中國家的後面喔 直接從 直接從菊花開稿 然後一口氣 哇 頂到肺部之類的 都是有可能的情況喔 那 歐金這邊果斷的發了700斤 那順利的要準備上10代 然後雷光這邊選的 竟然是一個白塔升級喔 這已經是一個非常少用的升級法了 主要是用在中國快攻 因為那個時候中國 在發現時代 他就可以一直 一直 一直教化地址喔 所以還蠻強的 不過後來改掉之後 很多 關於地址的能力都有所削弱 所以導致中國變弱不少 白塔開局後來也成為一個笑話 那主要都是用這個 遺和圓開局 歐金這邊點上10代之後 瘋狂彩幕 非常有可能是教堂招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他的下一張卡是不是教堂喔 通常西班牙直升就幾種打法 直升然後 速發毛兵 然後推二炮 或者是直升 然後 然後 700斤600斤 然後直接 接個瑞士毛 然後二炮 然後或者就是教堂招 然後接二炮 都有可能 但是缺點就是需要有一個貿易戰 大概會少一到兩張卡 那這一到兩張卡是整個成型的關鍵喔 所以非常重要 不能少了這一到兩張卡 好這邊歐金上10代才上了一半喔 還沒有上完喔 看起來選的是一個4碼的升級喔 那我們看到木頭其實踩得差不多了 等一下應該是教堂卡 那如果要玩這個招數的話 除了可以多蓋一些貿易戰 也可以多打一些寶戰喔 好看一下雷光打這個寶 喔可以建造作戰小屋耶 這是一個還不錯的寶喔 然後這邊 喔雷光又發了一個9嗎 我看起來想要長打之名 不過這邊應該是要轉上 轉轉成生死大 所以這邊採成肉精配置喔 然後這邊教堂發下去了 然後教堂也正在蓋 那蓋的位置還不錯 選在後面 因為教堂被拆了就沒辦法用教堂招了 所以 喔 這雷光是開天眼是不是 先開交易戰 好看到了 這邊應該是不會往這邊繞 然後這邊繼續往前走嗎 喔 好多地子 這地子有點多 喔這邊跟4碼 升級送的4碼打起來 但這邊又產了一堆狗 歐金最近有點厲害喔 連狗都徹底活用了 這邊有一群地子過來喔 看起來不太妙 所以選擇先往後走 但我覺得可能還是要先咬掉一些兵喔 喔有和尚耶 哇 地子的致命攻擊還是蠻給力的 但是狗 欸 來來來來 這個 教堂的這個 護衛級兵喔 可以看到數值是護衛級的 然後再推二炮 好 那 雷光這邊要準備上十代喔 所以發了一個700斤喔 那這個毛兵站在這邊的意思就不太懂了 可能是不是要先回來 不知道雷光有沒有在空 好 這邊要上十代囉 這邊選擇是個孔妙的升級 這個 九隻叉叉會不會被發現 欸 竟然沒有被發現 欸 還是被發現了 這個視野是有看到的 這算是一個雷光的大失誤喔 看起來雷光是要走遠了 看起來雷光今天有點恍神喔 那這邊要直接開推囉 只是在這個配置來說 教堂招他會非常的吃木頭 而且會卡人口 那可能你就要再發一張1000木 甚至想要自己補木頭 這是一個比較尷尬的一個流程 但是爆發力來說 完全不輸瑞士毛 甚至還可能還比瑞士毛強 好 我們這邊看一下推進 來來來了 好 這邊直接拆 直接拆村落 這個村落的血在噴喔 一口氣 哇1200 1600 500 300 200 爆了 又發了一張卡喔 四毛 四毛馬 這邊用長槍去點這個 護衛幾兵喔 其實還蠻有效果的 點死兩隻了 那這邊是要用砲去點頂喔 頂這個八 八隻鳥槍 八隻火神槍 然後欸 來了 這四隻貓馬 來得很是時候 那狗也可以有一個發揮的空間 雷光這邊 再不趕快有馬 把砲偷掉應該就很難打了 這邊 就算發兵卡 發那種 譬如說火神槍也沒有什麼用 然後這邊用村民去頂那個砲 要把砲頂掉 還有一台還有一台 來 撞 撞 OK 撞掉了 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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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 被狗卡住了 被一群狗卡住 這邊選擇直接戳馬 直接從馬屁股開桶 馬屁股 啊 爆了 雷光應該是要投降了 這群村民直接 背一堆拿著幾兵的狂戳 猛戳 還被放狗咬 哇 簡直就是西班牙式的輪間 這邊竟然出了滿洲 能打回來嗎 靠著要塞的兵卡打回來 雷光這邊選了一個戰術 有點像他的電腦AI 只不過他的電腦AI是 加孔妙升級 那這邊雷光則不是那樣子 他是一個白塔 加孔妙升級 喔 這邊好像有機會 欸欸欸欸 吃掉了 哇 這個村民竟然還前置 感覺要被追上了 這個幾兵完全不能打滿洲喔 被拉著玩的喔 哇 完蛋了 這一團兵 很不妙喔 加上 歐金現在是沒有經濟的喔 那感覺雷光是有機會反敗喔 你看到這個經濟量來說 現在是雷光大優喔 有沒有一張兵卡直接逆轉喔 這個滿洲很關鍵喔 看能不能再多殺一些村 造成一些西班牙經濟的破壞 所以說 這一招雖然強沒錯啦 但是他還是會有弱點的 欸 握選卡也到了 直接開始推進了 而且雷光剛剛那個 用村民把炮頂掉真的太轉了 喔喔喔喔 這邊馬被發現囉 這邊用馬去換掉一隻馬 啊村民怎麼跑到那邊那麼遠 他什麼時候跑出去的 我怎麼不知道 這邊開始轉出長槍喔 最可惜的就是西班牙是沒有長槍卡的啊 這邊 這邊 欸 欸 這村這個村被發現囉 哇 哇 要死了 欸 這邊 欸 蘭朵又硬撞這個馬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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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哇 滿洲過來輸出 蘭朵要死了 哇 哇 雷光又自己又支援硬擠 擠出了四馬 GG了 GG了 所以大家應該看到這一招 他可以被防備的點在哪裡喔 所以 卡人口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喔 所以導致這一招來說可能 在運用上來說 他吃的木頭可能太多了 然後 然後 配置上來說 就 那個炮來說 有點掉的蠻可惜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這個卡牌喔 歐金這邊選用的是教堂招 然後卡牌是長的像這個樣子 這邊其實還是有瑞毛的 所以轉用瑞毛也是可行的 那甚至還可以玩革命喔 有一個 堡壘 這一招 還不錯 那 雷光的呢 雷光這邊選擇的是個滿洲 那看起來是要走一個傭兵的開局 所以這邊還放了一張 船 這一艘扶船呢 兩百斤就可以送一艘扶船 效果還不錯 效果還不錯 那一般來說我們的護衛艦是不用錢的 那中國的數值是比較好一點 所以他需要再花兩百斤 然後九滿洲跟九支的鐵軍喔 都是不錯喔 你可以把它當成黑騎士跟賀斯傭兵 所以其實中國跟德國有蠻多異曲同工之處喔 然後我可以特別注意到 雷光這一個殖民時代放的卡 其實是屬於偏少的 可能會 有些人會再放七百肉 或者是一些兵卡的數值加強卡 那這邊可以看到幾乎都捨棄了 然後基本上都放在時代四 然後可以特別注意到 有一張兩千斤的 加上五位旗炮兵 基本上這一招就是落後 然後 然後開始狂轟猛炸 的一個戰術喔 還蠻扯的 這一招還蠻扯的 AID很久很久以前有玩過這一招 好 以上就是本次的PK局了 那我們 下次再見